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高等数学基础班的第23次课 那这个内容呢,只有我们数学一要求 那主要的内容呢,是三重积分 线面积分的概念,以及计算方法举例 那这个地方举例呢,我们今天主要是曲线积分 而下一次呢,主要是曲线积分和多元积分的应用 我们这个内容呢,在我们讲义的179页到189页 好,下面呢,我们先来看 这个第12章,我们用两次课讲完 主要是多元函数积分学及其应用 多元函数积分学呢,是二重积分我们在前面复习过了 所以剩下的内容里边,一就是三重积分 第二呢,那就是曲线积分 那第三呢,就是曲面积分 就是三重积分加线面积分 那么另外呢,注意这个地方呢,还有内容 那就是这个多元积分的应用 那另外呢,还有一块内容,就是厂论的初步 所以整个第12章这个内容是这样五个部分 那我们来分两次课,把这个内容讲完 好,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三重积分 首先呢,是回忆一下这个内容 第一,就是关于三重积分的概念 三重积分是一个三元函数 在一个空间体上的积分 它跟我们定积分,二重积分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空间体内,任意划分成N个小区域 那DK个小区域,这个体积 记住谁啊,Delta vk 然后在DK个小区域里任意取一点 算出内容的函数值 就内容函数值乘上这个区域的体积 然后把每个区域上的函数值 以体积成绩加起来 最后求极限 所以三重积分也是个核实极限 它是一个三元函数 在一个空间体上的积分 这个定义知道就可以了 那最下单呢,就是关于它的性质 实际上大俊主义 从定积分,二重积分 一直到我们三重积分 这个性质是完全对应的 那我们这一地方呢 主要实际上是讲两个性质 一个性质呢,就是不等式性质 一个呢,就是积分终止定义 但是呢,这个不等式性质和积分终止定义 在我们一元定积分,二重积分 经常还用 这个多元里面用的很少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去重复了 那么核心呢,就是计算 而三重积分计算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 就是把新问题画为老问题 那就是把三重积分画为定积分和二重积分的计算 具体怎么画呢 我们有三种坐标系 一个呢,就是直角坐标 那直角坐标里面常用的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就叫先一后二 就是把它画成一个先对Z做单积分 再对谁啊,再对这个XY做二重积分 那具体怎么画呢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你的积分域 是这个区域 这就是一个空间体 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假如说它的投影下来的区域 因为这个地方这个DXY是谁 就是上面这个空间体在下面的投影区域 这假如说是上面这个空间体在下面的投影区 这个DXY 那所以呢,先对Z,后对XY做 XY就是这个空间体在下面的投影区域 然后呢,这个Z从哪到哪呢 就在这个区域里取一点 做平行与Z轴的这样一个射线 那看这个射线从哪进,从哪出 那么在这呢,我们把这个区域的边界区域 都分成两部分 假如说上面这部分的面的方程是Z 等于Z2XY 那么下面这部分面呢 这个呢,方程叫做Z等于Z1XY 那么所以呢,你看这个定Z这个线的时候 是在XY面里面,这个区域里面认取一点 做一个平行Z轴的实现 注意这是X轴,这是Y轴,这是Z轴 但这注意进的时候,是从下面这个面进 出的时候,从上面这个面出 所以它的Z的下限,就是这个下面这个面上的Z Z1XY,到上面这个面上的Z,Z2XY 这就是先一后二,就先对Z,后对XY 然后有些T们呢,这样做就不大方便 还有一个呢,就正好是反的 就是先二后一 先对XY做,最后对谁啊 最后对Z做 那这个线是怎么定出来的呢 这个线是这样来定 好,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区域呢 仍然是这样一个空间体 这样一个空间体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它这个怎么来确定这个线呢 你看,先对XY,最后对Z 我们看Z怎么定线 这个时候把这个空间体往Z轴上投影 假如说这个呢,是C1 这个投影过来是谁?C2 也就是说,它的Z的最小到最大 C1到C2 这就是Z的最后基本的这个上下线 XY呢,这个地方有个DZ DZ是指的什么? 就用Z等于Z去结这样一个区域 假如说这个是Z 那么Z等于Z去结这个区域的话 这个地方呢 就这是一个Z等于Z是垂直与Z轴的一个平面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结出一个域 这是一个平面域 我们把这个域来就叫做DZ 所以这儿的DZ就是用Z等于Z这个平面去结你这个阶段域 得到这个区 这个区是个变的 所以对XY做二重积分是在这个区上做 做完以后呢 最后再对Z做单积分 那就从这段最小的Z到最大的Z 这是先二后一 这是先一后二 那么这个呢,也可以叫做先单积分后重积分 这个呢,可以叫做先重积分后单积分 这就是我们在直纯总积分下 画累次积分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两个方法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 那我这个时候拿到题目 到底是先一后二 还是先二后一 这个呢,我们在后面通过具体例子 给大家总结 什么时候用先二后一方便 什么时候用先一后二方便 首先把这两种方向搞清楚 这是画这个三重积分为定积分和重积分 二重积分一种思路 就是直角坐标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柱坐标 那这个柱坐标 首先我们要清楚 这个柱坐标是这样的印的 就是空间的一个点 它是用这三个数来确定它 这是一个点 然后呢,这引入一个叫二 二表示什么 二就表示这个点到这个Z轴的这个距离 这个叫做二 然后这个Z呢 然后就是我们原来直角坐标里面的Z 所以它有一个就是Z直角坐标 但是仅仅有这个 仅仅这个定不出来 二定了,Z定了 它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圆 所以呢,引入一个θ角 那么θ是谁啊 就是把这个点投影下来以后 那这个时候呢 圆点它有一个连线 那么这个角 就是这个连线和X轴之间这个夹角 就做θ角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看,给定一个点 就唯一对应一组 Rθ和Z 反过来,θRZ一旦给定 这个点就唯一确定下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由Rθ Z所表示的这种坐标 我们把它叫做柱坐标 这个时候呢 它跟直角坐标关系是什么 XY 那实际上 这一点的XY 也就是这一点XY 那这一点的XY 就像我们极坐标里面 它就等于Rcos 然后RC Z就等于Z 那这就是柱坐标 以及柱坐标 跟直角坐标 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在用柱坐标 算这个积方的时候 那除了把背积函数 那边的 看XYZ 分别用Rcosθ Rsinθ Z带进去外 那这个的话 关键是要换这个dV 所以这个dV等于谁 dV等于R RdRdθdZ 所以这个R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把这个体积的原料换掉 换成RdRdθdZ 那这样的话 就把一个三双积分 直角坐标下的三双积分 划成柱坐标 然后再进去计算 这是第二种坐标系 就是柱坐标 还有一种坐标系呢 就是球坐标 那么球坐标呢 是这样引入的 也是三个数 但是我们得搞清楚 因为我们定线的时候是跟它有关系的 这三个数是这样引入的 就是对于空间 这样一个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呢是引入 这个不是到Z轴的距离 这是到坐标圆点的距离 这个呢去做R 然后呢 再引入一个什么 再引入一个范角 范角是什么 就是Z轴到这个连线 这个范角把它记作范角 所以这个范呢 大家注意只是0到π 这上面转到下面不用Rπ 因为一会θ要转一圈 这个R呢 既然表示这个点到远点的距离 所以这个R是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正无穷 但是大家知道R定了 这个角定了 这个点还定不了 它可以在这个G面上转 所以呢 再引入一个 那就是把这个点投影下来 投影下来以后呢 这一点线 这个地方再引入这个角 就是X轴到它的这个角 这个角呢 记作θ角 那这样的话 大家看 这个θ呢 就是0到π 它可以转一圈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φ就不用0到Rπ了 这个θ是0到Rπ 可以转一圈 φ呢 就要从上转转到下 所以φ是0到π 那这样子的空间 给定一个点 就对应一组Rφ和θ 而反过来 在这个里边 给一组Rφθ 在空间为1 对应一个点 由Rφθ构成的 这样的坐标 我们就把它叫球坐标 这个球坐标呢 跟直子坐标 这些关系是什么 大家看 这一点的Z 就等于谁 Rcos 这一点的XY 也就是这一点的XY 那么这一点的XY 等于谁啊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一段 先看这一段 那这一段 应该等于谁 它应该等于R 乘上谁 Sin 而X呢 就等于这一段 再乘cosθ 所以是R Sin Cosθ Y 就是R Sin F Sin 那这就是 柱坐标 以及柱坐标 和直子坐标的关系 如果把一个三双 区分 要化成球坐标 化成球坐标 想计算的话 首先 体积为约 DV 等于R方 Sin Fin D2 D5 Dθ 那么具体呢 带的时候 就这个X 就用R Sin Fin Cosθ 带进去 这个Y呢 就用R Sin Fin Sin Cet 那这个Z呢 就用R Cosin Fin 带进去 然后DV 就等于R方 Sin Fin D2 D5 Dθ 这就是球坐标 所以我们在计算这个三双积分的时候 那么一个核心的方法 那就是划三双积分为定积分或者二双积分 位置都能化成一致的 但这个方常用的是有三种坐标系 就是直角坐标 助坐标 球坐标 那所以这个方就有个选择问题 那什么时候用直角坐标 什么时候用助坐标 什么时候用球坐标 那再让我们这样子 就适合用助坐标 应该买足什么特别 适合球坐标 应该买足什么特别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那一般剩下的就用直角坐标 所以呢 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先看助坐标 什么样的积分适合用助坐标呢 从两个角度看 首先是从背积函数的角度看 那么从函数角度看 什么样的背积函数 适合用助坐标呢 那当然是这样的背积函数 就是你的背积函数 如果能写成谁啊 一个Z的一元函数 乘上谁 F的根号的X方加Y方 就是背积函数是一个三元函数 如果能写成一个一元函数 乘上F根号X方加Y方 这种函数就是适合用助坐标 为什么适合助坐标 因为它在助坐标下的话 Z没有变 这个根号X方加Y方就是R 所以就是F2 它就变成两个一元函数的成绩 这就是从函数角度看 这样的函数适合用助坐标 但是真正适合不适合 它跟区域也有关系 跟区域也有关系 什么样的区域适合用助坐标呢 我想这个时候 大家另外可以想到 那这种当然助 最适合助坐标 那就是什么 以这个Z轴为中心 这种圆助体 那大家看 在助坐标下定线就非常简单 Z0到上面的比如说H 半径这个R 就是0到大2 θ就0二π 六个线都是常数 所以这样的圆助体 或者呢 中心轴为Z轴的这种锥体 或者这种柱面和锥体围成的 或者这种偏心的这种柱体 所以从区域角度看的话 一般说来 区域是柱体的时候 助坐标就比较方便 这就是说 选用助坐标的时候 它的背景函数和区域 应该具有个特点 而什么时候适合用求坐标呢 从函数和区域两个角度看 第一 从这个函数这个角度看 什么样的函数适合用求坐标 那当然是贱的函数 就是F根号的谁 X平方加Y平方 再加Z平方 它为什么适合 因为在求坐标条的话 你看它就变成谁 F2 这样一个一元函数 所以从函数角度看 这样的三重级 这样的背景函数 很适合用求坐标 然后再从区域角度看 那这个时候 什么样的区域适合求坐标 那大家想 当然这种中心在坐标圆点的球体 那是最适合用求坐标 因为你定出来 这个时候六个线都是常数 中心在坐标圆点的球体 或者半个球体 或者是四分之一球体 还有什么 如果是这个球面和锥面 这是个锥面 这个锥面和球面围成了 这个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曲顶的锥体 这种当然也很适合 还有什么 还有两个球面 直接加的那种球壳 或者是两个球面 再加这个锥面围成的 像这种区域 都很适合用求坐标 当然 如果你的这个球是一个偏向的球 比如说你偏在Z轴上 但是球面和坐标圆点 照样适合用求坐标 这就是适合用求坐标做的三重积方 它的背景函数和积方域 应该具有个特点 如果它既不适合助坐标 也不适合用求坐标 那肯定是直走标 这就是选择方法的一般原则 这是计算三重积方的三大主要方法 也是三个基本方法 当然三重积方在计算的时候 出过这三方法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供我们意愿定积方 二重积方对应的一个机偶性的使用 那这个时候主义 对于三重积方来讲 这个区域是个空间体 所以谈对称性 都是关于坐标面对称 那首先我们来看 如果你的区域关于X外面 那就是上下对称 那这个这是X轴 这个呢是Y轴 这个是Z轴 那就说如果你的这个基本区域 是关于这个X外面 是上下 关于这个X外面 这个面是上下对称的一个面 空间体 这个时候就要求函数关于谁有救星 Z要有救星 你看X外不动 如果把Z用负Z换掉直不变 这就说明 它关于Z是一个谁 O函数 所以这个积方就等于谁 X外面上面这一半 上面这个怎么表示啊 这来个Z大一大一大一点 上面这一半上积方的二倍 如果你关于Z是G函数 那这个时候 7分就等于0 这是关于X外面上下对称 那我想大家知道左右对称 前后对称 结论是完全对应的 这是利用这个G偶性 那第五个呢 就是利用变量的对称性 什么叫做利用变量对称性 我们看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就比较体会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Omega是谁 Omega是这个X方加Y方加上Z方 小以等于R方 中心再作为原点 半径为R的这样一个球体 如果人家让你算这个积分 就是在Omega上 做X方加Y方的积分 DV 那么大家看 如何做呢 要说选择方法 那么要说这个区域适合谁 现在适合球阻标 而贝基函数呢 不适合 它适合用柱阻标 但是你如果直接算 不管用球阻标 还是用柱阻标 是要算起来都不太方便 那怎么办呢 大家看 如果这个地方不是X方加Y方 是X方加Y方 加Z方 那不就简单 大家注意 你看在这个方程里边 你XYZ随便拿两个对调 方程变不变 不变 这就叫做变量的对称器 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 你在这个球体上 单独算X方 单独算Y方 跟单独算Z方 只是一样的 既然一样 那我给你这方加上一下 就是我把它变成 X方加Y方加Z方 但是它跟原来什么关系呢 三项值是一样的 如果来个三分之一 就变成一项了 人间是两项 所以就等于三分之二 这就叫利用变量对称性 然后到这来以后 你看不管从积分域 还是从倍积函数 适合用谁啊 球阻标 然后用球阻标算 就非常方便 所以 这一步 就是整个这个题目的核心 那么这就叫做 利用变量的对称性 就把这个题目 一下就变简单 所以 我们三重积分计算的方法 是有五种方法 那么拿到题目 要根据题目的特点 灵活使用方法 题目才能做得简单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我们举些例子啊 三重积分的计算 方法都知道了 但是关键就拿到题目 你要选择适合的方法 比如说像这类题 这是1998年数学一的考题 Omega是谁 X方加Y方加Z方 小一单元二方 这是中兴在作别源的 半径为二的球体 但是Z有大一单元的 所以是一个上半球体 好 那然后呢 下面这节呢 谁对 你看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这个区域呢 是中心在作别 圆点 半径为二的 这样一个半球体 一个半球体 那么大家看 这谁是对的呢 你看 这里来这个Omega2 Omega2是谁啊 X方加Y方加Z方 小一单元二方 X大一单元 Y大一单元 Z大一单元 所以 这个Omega2 实际上就是 这个半球体 在第一挂线的部分 一个是上半球体 Omega2 这是这个上半球体的 四分之一 也就是第一挂线 这一部分 然后呢 他说 X在上半球体积分 等于第一挂线的四倍 那这个对不对呢 我说这一看 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是错误 你看 这是X的G函数 区域关于YOZ 前后对称 所以 这个是等于零的 但是这个第一挂线以后 这个X是大于等于零 等于零的地方 只是谁啊 只是YOZ面 所以这个显然是大于零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一看就是错误的 这个一样的道理 错误的 因为 它是Y的G函数 但是这个区域关于XOZ 是左右对称 所以 左边是等于零 而右边呢 大于零 错误 然后这个呢 大家注意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是Z 这是Z的G函数 但是区域关于YOZ 上下不对称 那这个时候 它就不等于零 但这个对不对呢 我们说是对的 为什么 所以这个上半球体 它关于XOZ左右对称 关于YOZ YOZ又前后对称 那你注意 这个Z呢 它关于X是O函数 那它关于Y也是O函数 由于它关于X是O函数 区域关于YOZ前后对称 所以后面一半就等于前面一半的二倍 但是呢 又因为它是Y的O函数 区域关于XOZ左右对称 那么所以呢 左一半的积分 整个上的积分 又等左一半等于右一半 那么整个上积分 等于右一半上积分的二倍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整个上半球体 就等于第一挂线的四倍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用了GO型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一看也是错误的 这个应该等于零 因为它是X的函数 区域关于YOZ前后对称 所以这个等于零 这个呢 肯定是大于零 在第一挂线 X乘外乘Z是大于等于零 等于零只是在别界上 所以一个等于零 一个大于零 这当然不可能想的 所以这个错 那么这个题主要靠什么 它为什么对 实际上主要是利用了GO型 因为这个Z 既是XO函数 又是Y的O函数 而这个积分域 关于YOZ 关于XOZ都是对称 所以最后就等于 第一挂线的四倍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 2009年的考题 那这个拿到以后呢 我们选择方法 根据谁 都是根据 积分域和背积函数 那么大家看 这个积分域是谁 中心在坐标原点的 这个球体 那这个时候呢 要说这个积分域 适合用谁 球坐标 但是这个背积函数呢 不大适合用球坐标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呢 这个背积函数 你看它仅仅是Z的一个一元函数 再注意 那像这个球体 如果用Z等于Z去结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结出来区域都是个原域 这个面积好算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有了解法一 那么解法一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谁啊 就是用这个直角坐标里边 这个我们用这个先二后一 就是把它画成 最后对Z 先对谁啊 先对XY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先对XY做 这个时候Z是当常数的 所以这个积分就等于这个Z方 乘上这个积分域的面积 那么在这呢 我们得确定两个 一个是确定这个的线 一个是确定这个区域 我们先看这个线 这个线呢 我们知道是最小的Z到最大的Z 那么大家注意 对于这个球体来讲 最小的Z 这现在是谁 负一 最大的Z是谁 正一 那这个时候 这个区域是谁啊 我们说是用Z等于Z 去结这个球体 那大家知道 结出来应该是一个谁啊 应该是一个原域 而这个原域 如果要用不等式表示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 X方加Y方 小语等于谁啊 一解Z方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了 大家看里边 这个是 负一到一 对于XY做几分 Z方是当常数 然后呢 就乘上谁 这个区域的面积 这是个原 原的面积等于谁 π乘二方 二方是谁 二方就是一解Z方啊 然后DZ 那你看就化成关于Z的定积分 那么这个呢 又是偶函数等于一半少的二倍 这个具体算的过程 我不算了啊 最后算一下的话 是十五分之四排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他得注意 他用了一个谁啊 用了一个是先二 后一 那么在这儿 我们就需要总结一下 什么样的积分 适合先二后一呢 大家看 他呢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你看这个背接函数 仅仅是Z的一元函数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他先对XY做的时候 这个积分域 最后不是就等于 这个乘上积分域的面积啊 所以 要这个谁啊 DZ 就是这个区域 就是用Z等于Z去结出来 这个区域 DZ 这个面积要好求 所以 什么样的 这个三重积分 适合这个先二后一 一般说来 背接函数 仅仅是Z的一元函数 还有一个积分域 这个用Z等于Z去结 这个区域的面积 好求 那就适合先二后一 并且是先对XY 后对Z 那我想大家知道 同样 如果你仅仅是X的一元函数 那这呢 就是X等于 长手去写 面积好算 也适合先二后一 先对谁 当然是对没有出现的 两个变量 对YZ做 同理 它仅仅是Y的一元函数 也有对应的阶段 好 这是结画一 还有什么方法呢 大家看 我们刚才说 这个区域适合用球坐标 但是呢 这个背接函数不太适合 那有没有办法 用球坐标做的 也比较简单呢 我们说 可以 这个时候再用一下谁啊 变量的对称性 大家注意 你看 这X方加外方加Z方 这XYZ随便拿两个对调 变不变 方程不变 所以我们就知道 单独算Z方 跟单独算X方 单独算Y方 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根据对称性 另外就知道 原式就等于谁 等于我们在这个时候 直接算谁 X方加Y方 再加Z方 这个好算 但是呢 人家原来只有Z方 但是三效相等 所以就等于谁 三分之一 大家看 现在不管从背接函数 还是从积分域 都很适合用球坐标 所以这个时候用球坐标 那就是三分之一 然后呢 这是D Theta 然后这D的φ 然后注意 这个就是二方 那这个球坐标下 这个DV等于谁 二方赛影的φ D Theta D Phi D R 然后确定性 对于这样一个球体来讲 这个它是绕Z轴旋转的 所以这个Theta 就是0到2π F交呢 是0到π 而我们R呢 它的半径是1 所以是0到1 最后大家看 用算就非常简单 这个具体算的过程 我们不在这算了 最后算一下 是15分之4π 那这个结法里边 实际上不仅仅是用一个方法 它是两个方法结合起来 就是一个呢 就是对称性 这个很重要 就第一步 写成这个式的很关键 你要写不成这个式的 你球坐标也不好算 所以是对称性 加上谁啊 球坐标 那么这样子 这个题也可以做得比较简单 所以就这个题目而言 两种方法都比较简单 一个是直角坐标里边的 先二后一 一个呢 就是对称性 加球坐标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这是2015年的考题 那我们拿到以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基本域 实际上比较简单 实际上是 三个坐标面 和这个平面 那么这个平面呢 我们知道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 它在三个坐标轴上的 结距都是谁啊 都是1 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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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x 这是y 这是z 诶 那这个区域 直角坐标就很简单啊 背景还说啊 也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要带着你算的话 你就发现 工作量还是非常之大 就是可以算 但是工作量比较大 能不能做得简单一点呢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看 这个xyz 三个数具有对称性 那这个对称性怎么用呢 那就是我们知道 单独算x 跟单独算y 跟单独算z 是一样的 那你x的积分 就等于z的积分 2y的积分 那y的积分 也等于z的积分 2y的积分 就等于谁 2z的积分 所以根据对称性 那么这两个都换成z 那这样就化成 剩下一个了 就是x跟z的积分相等 那么2y的积分 也等于2z的积分 就这两个都是 利用对称性 我们最后呢 就把它化成 6倍的z的积分 那么6倍的z的积分 这个时候呢 你要在直角坐标下做 就比刚才要简单 那在直角坐标下 我们把它化成 这个类似积分 先1后2 就先对谁啊 先对z坐 最后对xy 而最后对xy坐 大家知道 就是在下面这个投影域上坐 那这个时候呢 先定里边这个线 里边这个z从哪到哪 z的线 我们知道 就是在这个投影域里边 那么过这个地方 做一个平行z轴的射线 把它从哪进 从这进 从这出 进的这点z就是0 出的这点z是从平面上出 x加y加z等于1 那这个时候z显然就等于谁啊 1-x-y 最后外面这个二重基本 是在这个三角形上做 这个三角形这条边 是x加y等于1 所以你还把它化成先y后x x呢最小到最大 0到1 而y呢 应该从0到谁啊 1-x 这就是先1后2 然后这样的话 你看对z积分 里边就是 这个 这个地方本来是1分之1 因为这个6 所以是三倍的1-x-y 平方 然后呢 再对y积分 再对zx积分 大家回去自己亲手做一下啊 你看 如果你不转化到z 这个地方直接算 你就发现用算量就大很多 所以 这个第一步 这个地方很关键 z的话主要用了谁啊 主要用了对称性 对称性把它画到这来以后 然后再用谁啊 先1后2 所以这是对称性和先1后2结合 但实际上大家看 这题更简单的方法不是它 因为你画到这以后 它是不是仅仅是z等1元函数 诶 那这些区域用z等于z去结的话 它结出来是个三角形 密集也好算呀 所以到这来以后 用先2后1会更简单 所以就有了解法2 那么这个解法2呢 先有对称性画到这 然后呢 再用先2后1 先2后1呢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这个区域 就是一个定线 刚才我们说了 你这个先2后1 就是这地方的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这个区域 它是这个 x加y加z等于1 跟我们这个坐标面所围成的 那注意 这个平面的方程是 x加y加z等于1 那先的xy后对z z就是最小的z 0到最大的z1 那这个dz是谁 就是用z等于z去结它 假如说这点坐标是z 用z等于z去结这个区域的话 结出来应该是一个谁 应该是这样一个三角形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三角形的话 实际上呢 这个时候这条线的方程 就是x加y等于谁 1解z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它们在这个两个坐标之后 结局都是1解z 也就是说这一段 和这一段都是1解z 那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是不等于2分之1底层高 那就是1解z的谁 平方 因为你对z做积分的时候 z当常数 你这不是对xy做积分啊 对xy做积分 z当常数 所以这个积分就等于z乘上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那么这样子 类层立马就算出来了 看 那就是2分之1z 乘2分之11解z的平方 然后再算这个定积分 那当然就简单多了 所以这个题当然 这个方法最好 那么这个方法里边呢 实际上它主要用的是谁啊 两个东西的结合 就是首先 是要用对称性 把它画成z的积分 你不画成一个z的单积分 你后面那个先2后1也用不了 然后呢 再先2后1 所以大家注意 就是说我们做题目 一种是一定是多种方法灵活使用 才能题目做的简单 就不能背套套 说什么题一定怎么做 那没有这个一定 如果都是那样一定的话 那这个题目就别简单了 它一定是根据题目 选择灵活的组合方法 这个题目才能做的简单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一道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是这个八九年的一道考题 计算这样一个积分 那么拿到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仍然也是 首先根据贝基函数和积分欲 贝基函数很简单 积分欲 大家看这是谁 这是个半追灭 这是谁 半球灭 所以你看它的积分欲是谁 这个积分欲呢 应该是 这个半球灭 首先有一个半球灭 半球灭是谁 是这个 这是个半追灭 半追灭是这样一个追灭 这个追灭 这个追灭和这个半球灭 在这个地方围成一个 我们通常把它叫什么 趋顶的追体 那这个时候这个怎么算呢 要根据贝基函数和积分欲 要说这个积分欲 那很适合用球坐标 这个我们当时讲 但这个贝基函数呢 不是太适合 如果直接用 有不大方便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再注意到谁 注意到你看 这是X 这是Y 这是Z 它是X的基函数 那要求区域 要关于谁 YOZ前后对称 它确实前后对称 所以这个就等于零 但是呢 它是Z的基函数 你要用这个区域要关于XOY上下对称 上下不对称 所以这个得单独算 那这就给我们听过了方便 首先我们由于这个区域关于YOZ 这个是前后对称 它又是X基函数 所以这个等于零 最后呢 单独算Z这个结分 我们就用球坐标 就非常方便了 这个Z等于谁 Z就等于R乘上cos5 而DV呢 就等于R方s5 D2 D5 Dθ 2的线 0到这个球面 球的半点是1 所以是0到1 φ角 所以我们讲 φ角是跟Z走的这个价角 最小是0 最大是谁 4分之π θ呢 由于它是绕Z周的旋转体 所以这个θ得转一圈 0到2π 好 方面这个具体用算 我们不在这就算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 这个结分出来 最后算一下是8分之π 那么除过这样做 还有什么方法呢 是让大家看 我们这题呢 我们讲义上写了四种方法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 拿到题目能够灵活的使用方法 那么这四种方法分别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注意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呢是一个 拜求灭和追灭所围成的 围成的 这样一个曲顶的一个追体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个解法2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积分等于0 所以最后呢 只需要算谁 只需要算 Omega ZDV 那么对于这个积分呢 我们也可以用直角坐标里边的先1后2 那这个要先1后2的话 那我们来看 最后呢 就划成了这个积分 这个呢 是D的XY 这是DX的底的Y 然后呢 这里边就是ZDZ Z从哪到哪 那你做平行Z轴的射线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Z呢 应该从追面到球面 追面上的Z等于谁啊 追面上的Z就等于根号的谁啊 X方加Y方 球面上的Z等于谁 就等于根号1解X方解Y方 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做呢 因为这一积分就是2分之Z方 Z方你带这个带这个 把根号都去掉了 而这个区域是谁 就是它在X外面上的投影区域 那么这个在X外面上的投影区域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要联理一下 要找一下这个投影区域 那这个联理一下 大家看实际上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呢 这个的两边一平方 Z方 不是就等于 这个Z方就等于 1解X方解Y方 那实际上呢 最后就得到是 Z方等于 1解X方解Y方 但这个式的两边一平方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个Z方 可等于X方加Y方 那么所以 这就等于谁啊 就等于1减去Z方 那么这样子我们得到 2Z方等于1 那所以这个Z方 就等于2分之1 Z就等于根号2分之1 这个Z既然等于根号2分之1 那所以 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带到 这个地方来的话 两边在一平方 实际上就是一个谁啊 1 2分之1 所以 得到这个是一个圆 就是X方加Y方 小一等于谁 1 2分之1 所以 这个呢 就是这个圆域 然后 你想这个算完以后 最后算这个圆域 肯定用谁啊 极左标 所以 那就是在直接作标下 先对Z 后对XY 而后对XY的时候 用谁啊 用极左标 所以 这个解法2 也就是我们讲义上的 先一后二 好 还有什么方法呢 实际上大家看 你一化成这个以后 仅仅是Z的函数 一元函数 我可以也用谁啊 先二后一 你说是不是 先二后一 但是呢 先二后一的时候 你用Z等于Z 结的时候 这地方得分两段 因为结在下面 是结出 这个锥面上的圆 结上面是结到 穷面上的圆 所以 你用这个先二后一的话 那这个地方 得分成两段 圆是等于 那 现在下面这部分 下面这部分呢 Z是0到哪里 刚才注意 算数这边是 根号二分之一 根号二分之一 所以 0到根号二分之一 然后 这个里边呢 是Z 那这是 DX底的Y 终于 这个时候 用Z等于Z 结出来 是这个区域 那么 这个区域呢 具体写出来 就是 X方 加Y方 用这个式子 可以得到 小义等于Z方 是个半间 为Z方的圆 那这个积分等于谁 就等于Z 乘上 πZ方 然后积分就很方便 但是呢 它还有上面这部分 就是上面这部分 这个Z等于 根号二分之一 再往上呢 最大 就是一 然后 底边这个呢 Z DX DY 这个区域是谁 是在这个 结出来 是这个球体上的 那么球体上呢 这个两边一平方 这个最后就是 X平方 加Y方 小义等于 1解Z方 大家看 这个对于X外做 这个地方 就对于Z乘上 这个的面积 这个面积 就π乘上 1解Z方 所以 最后也非常方便 这个用的是 先2 后1 那么这个题呢 除过这样做 还有什么方法呢 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也可以用 著作表做 用著作表 那么著作表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采用谁啊 一种最常用的 就是先对谁做 先对Z 再对R和θ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我们把它画成 著作表 这个 然后 先对Z 后对R和θ 在这个著作表下的话 这个Z 仍然是Z 但是这个体积微圆 底V 等于R 然后是 dθ dR d的Z 那么 这个时候 这个Z从哪 到哪 那么这Z呢 我们应该做 平行与Z轴的 视线 它应该从 追面到球面 但是追面上的Z 等于谁 现在要放在著作表下看 这个就是R方 一开方就R 所以这个追面上的Z 就是R 到球面上的Z呢 Z就等于 根号底下 1解 X方加Y方 就是R平方 然后 这个R呢 R注意 这个时候R 可不是从圆点到球面 它是比较Z轴的距离 实际上就这个圆的半径 那这来是根 这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圆的半径 是根号二分之一 所以这是零到 根号二分之一 θ呢 因为它是造Z轴 一个旋转体 所以这个θ 应该是零到二π 这用的是谁 这用的是 著作表 这就是我们讲义上的 解法四 实际上大家看 这很好的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题目 你好好把它练一练 你看把我们 二重基本 计算里边 也主要的方法 都反映在里边 就是我们最后要得高分 一定是这些方法 能够灵活的实用 你才能够得高分 而不是被套路 所以一定是根据题目的特点 灵活的选取就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好 这就是关于三重积分 我们这一共举了四个例子 下面呢 我们得看曲线积分 曲线积分是有两种 一种是对胡长的线积分 也叫做第一类线积分 那么首先是它的定义 比如说像这个 这呢就表示一个二元函数 沿一个平面曲线段 L的线积分 这个定义呢 它仍然是一个合适的极限 那么怎么做合适呢 就把这个曲线分成N个小段 然后在这个第二个小段上 比如说这是第二个小段 那么任意取一个点 算出这一点的函数值 再乘上谁 再乘上第二个小弧段的长度 就要用这个上一点函数值 乘这个第二个小弧段的长度 每个小弧段上都做出函数值和胡长相成 最后求和去极限 所以你看这个平面一型线积分 它仍然是一个合适的极限 这个概念了解就知道 可以了 那么再相当一个呢 就是性质 我们主要想强调一个 跟二型线积分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性质 那就是你看 沿着这个曲线从A到B 跟从B到A这个值是一样的 这叫做它跟方向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定义的时候就是函数值乘胡长 胡长你从左到右梁 右到左梁是一样的呀 所以 这个一型线积分 跟二型线积分一个本质的区别 它就是跟这个曲线的方向没关系 主要它是定义的时候是函数值乘胡长 但是这个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计算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平面的 那平面的这个一型线积分的计算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直接把它划为定习分 怎么划为定习分呢 主要是根据曲线的方程 我们知道平面曲线方程 常见的有三种表达形式 一个呢就是参数式 如果曲线用参数式给出了 如何算这个平面曲线的线积分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线积分就是沿着这个曲线在做 那所以 这个时候就是把XY 就用曲线方程带进去 DS呢 就用我们参数方程 所表示曲线的胡微分带进去 最后就划成关于T的定习分 然后上下线怎么定 一个原则就是 一定是最小的参数到最大的参数 但是注意到二型线积分可不是这个原则 我们在这先强调一下 这就是曲线 如果适合用参数方程表示 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型线积分的计算 归结为对这个参数的定积分的计算 那如果曲线是用直线坐标方程给出来 那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这的Y 用YX带进去 因为你沿着一个曲线做 那这个时候胡微分DS的表达式 就是根号一加Y一别方DX X呢 也是从小到大 那如果曲线用极坐标方程给出 这个时候注意 X就等于谁 就等于乳θcosθ Y就等于谁 乳θθθ 因为你这个曲线的方程是它呀 那DX呢 就用极足标下的胡微分带进去 就是根号入方加乳一别方Dθ θ的线仍然是从小到大 这就是平面一型线这份计算 这个叫直线法 主要是根据你曲线是适合用参数方程 直线坐标 还是极坐标 适合用哪个方程表示 就用哪个方程带进去划定几分 还有什么方法呢 极有性 因为这个是平面线几分 所以曲线是平面的 所以是在一个平面曲线上几分 所以这个记录性的技能跟谁呀 这种二重计分是完全对应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曲线关于外轴对称 那么曲线关于外轴对称 实际上也就是曲线关于这个外轴是左右对称 这是一个干嘛曲线 那这个时候呢 要求函数关于谁有纠线 x 如果你是x到2函数 它就等于一半上 就这一半上基本的二倍 如果你函数关于x是近函数 这个就等于0 所以曲线关于外轴对称 函数关于x要有纠线 如果你的曲线关于x轴上下对称 那这个时候要求函数就要关于谁 y有既有性 这个阶线是对应的 那么大家看这个阶线呢 是要跟我们二重计分那个既有性的阶线 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什么 还有跟二重计分对应的一个 对称性的一个性质 就是如果你的计分曲线 是关于y等于x对称 我们二重计分的时候是计分域 现在呢 是说你这个积分曲线 这个积分曲线如果关于y等x对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把这个背积式里边xy对调 沿着这个曲线做积分值不变 所以平面异性线线线计算 撒大方法 第一直接把第二既有性 第三变量对称性 如果曲线是空间呢 那这个常用的是一个方法 那就首先要写参数方程 然后完了以后呢 就把它带进去 x用xt y等于yt z等于zt 这个时候 异性线线就比起平面上 那个参数方程表示曲线的时候 那个异性线多了一下 多了一个z一片 然后这个定线呢 原则仍然是从小到大 所以如果是空间 异性线线线线 常用的就这个方法 首先得会写这个曲线 参数方程 然后把它带进去 化为定线线线 进行计算 这就是异性线线线线 主要内容 概念 性质 计算 当然核心是计算 好 下面呢 我们也看见例子 比如说 对这个把两个内容讲完 我们放在一块看 对下面再看 对坐标的线级分 也叫做第二类线级分 这个对照一下也好 注意 这个第二类线级分 你看通常对平面的话 这是两项 这是两个二元 PXY KXY 但这个DX 这是DY 这个怎么定义的呢 也是个合适极限 但是注意 这地方呢 有区别 你看 它是沿着这个L曲线做 那么这个曲线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有向曲线 是有方向的 那么假如说 我现在这个曲线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这个合适是怎么做的 仍然是把这个呢 分成N个小段 但是每个段也是有方向的 然后这个时候注意 这个可思线一塔I是谁 就是第二个小段 比如说这是第二个小段 就在第二个小段上取一点 取一个点 然后呢 带进去算出这两个值 但是呢 这乘德塔XY 这乘德塔Y 这个德塔XY是谁 就是这是一个有向弧段 这是个有向弧段 是这个有向弧段 在X轴上的投影 大家注意到 这个有向弧段 在下面的投影 它是个数 是个数 这个数的绝对值 就等于这段长度 但是它有正字号 那么这个德塔Y是谁 是这个有向弧段 在Y轴上的投影 投影是可正可复 那么大家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在下面的投影 正好就是这个区间的长度 但是如果这个倒过来的话 这个投影 这个长度 加谁啊 符号 所以 这跟一型线 基本不同的是 一型是函数值 乘胡长 胡长始终是正的 二型是函数值 从有向弧段 在作弧上的投影 投影 那么曲线的方向一变 立马插符号 所以就会导致 这个二型线线线线 它能曲线方向有关 具体反映到性质上 你看 就是沿着这个L座 但是这是A到B 这是谁 B到A 方向一调过来 前面就差一个符号 这就是二型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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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对一型改变方向值不变 对二型改变方向仅仅差一个符号 这是关于性质地别最核心的一条 下面呢 那就是计算 对于平面二型线线计算 通常有哪些方法呢 一个呢 跟一型一样 直接吧 那就说斜曲线的参数方程 那如果参数方程有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延曲线做 所以把这xy都用参数方程带进去 那这个dx呢 dx就等于x一片t dt啊 dy就等于y一片t dt 就化成t的定解了 但是这定线的原则是什么 也是从小到大吗 不是 这是一定是起点的参数到终点的参数 对一型 它一定是从小到大 那对二型呢 它一定是起点到重点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所以对二型来讲 你曲线方向一变 这双向线就变了 那值就差一个符号 对一型 你这个曲线方向一变 它照常还是那个值 因为上向线总是从小到大 好 这是第一个 叫直接法 那么另外呢 如果这个曲线是个分闭曲线 那我们就有格林公式 格林公式就是把这个封闭曲线上 这个二型线积分转化到这个区域上的一个二重积分 当然是指的这个封闭曲线的正向 那么这个正向我们定义的时候 就是说有一个人沿着这个方向走 区域始终在左侧 这个叫正向 那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计算封闭曲线上 二型线积分就提供了方便 但是有时候曲线可能不封闭 因为我们解法一直接算不方便 那就创造条件再用格林 那就是补线 怎么样 加上这条线再减去这条线 用格林 还有什么方法呢 叫做利用线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这个时候得判定 就是这个线积分与路径无关 我怎么判定 我怎么知道它与路径无关 我们书上讲过四个段价名题 但是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还是这两个片导书相等 但这个时候要注意 这两个片导书相等 要得现线积分与路径无关 对区域有一个特殊要求 就必须是单联通 单联通 讲得通俗一点 就是区域里面不能有痘 你比如说这围城区 这就是个单联通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点挖掉 它就不是单联通 所以判定的时候 就是区域如果是单联通 那么直接就两片导乡的 线积分与路径无关 知道与路径无关 如何算呢 通常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就叫改换路径 就是说 你让它让你算的 那个线积分 这个给你的曲线 可能不好算 这是七点 这是终点 比如说正方向 但是我已经知道 与路径无关了 那就哪个路径 只要以它为七点 以它为终点 哪个路径简单 就用哪个路径 那通常选什么 通常就选平行与坐标轴的折线 比如说我可以从这儿 沿着X轴 再沿着谁 Y轴 那么也可以在先沿着Y轴走 再沿着谁 X轴 这就叫改换路径 就是改换成沿坐标轴走 那么这样的折线上是比 那个一般曲线要好算 直接化为定结论算 还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个就是利用圆寒数 大家知道 这个时候注意 当它满足这个的时候 那这个PDX加QDY 它一定是某个函数的权位分 这个时候这个大F 就叫做PDX加QDY的圆函数 找到圆函数 就用圆函数在 终点的值减去起点值 实际上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一元定计分里面的 牛顿来密公式 在曲线计分里面的体现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 老师这个圆函数怎么求R 我们讲过两种方法 一种呢 就叫偏积分 一种叫凑微分 那么关于这两种方法 我们不会在这儿讲 我们在哪里会讲 在讲多元微分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讲过 就是如何用偏 知道一个函数的微分 怎么用偏积分求F 怎么用凑微分求F 我们在前面都讲过 所以大家看 平面二型线计分的计算 我们就有四种方法 可以用 第一个直接法 第二呢 就是格林公式 第三呢 就是不限用格林 第四 线计分与路径无关 那这个时候注意 方法多有多的好处 但是呢 多也有多的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那我拿到题目 我到底选哪个方法呢 所以我们在这儿 给大家一个基本的程序 就拿到一个线计分 我们在算的时候 那这个方法的选取 这个时候 第一是看什么 第一就看 这个L 怎么样 是否 是否B 这个先看 这个激动曲线 是否是B曲线 如果是 那一般肯定 首先考虑是谁 格林啊 除非格林公式条件不满足 你说对不对 如果它否 它不是分别曲线 那这个时候要看谁 是否 这个与路径无关 那因为你不复必啊 现在要看 是否与路径无关 如果是 那就是用路径无关的方法 路径无关有两个方法 一个呢 就是换 路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用谁啊 约寒数 如果否 它不是与路径无关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么就怎么样 要么就直接算 要么就不限用格林公式 那你就看 直接算方便 你就直接算 直接算不方便 就不限用格林 这就是我们在选择方法的时候 一个基本程序 现在拿到一个平面二线线线 首先是看 是否 取写是否封闭 封闭 格林 如果不封闭 先看是否与路径无关 如果无关 那就是换路径 或者找远寒数 如果不是与路径无关 要么直接算 要么不限用格林 好 再下来再看 两类线级分的联系 那就是dx等于cosαds dy等于cosβds 这个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阶段 这是平面 那如果是空间的二线线级分呢 那这个时候计算的时候 方法就更少了 一个呢就是直接法 那这个时候得写出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 然后呢 把它带进去 化成定级分 跟平面一样 定线仍然是起点 到谁 到终点 那第二个呢 平面封闭曲线 有格林 空间封闭曲线 Stokes公式 那Stokes公式呢 它是把空间这个封闭曲线上 这个二线线级分 转化成谁啊 把这个线级分转化为面积分 但是这个曲面和它什么要求 所以这个曲面 Sigma 只要以它为边界 哪个面都可以 但是呢 它都有方向性 方向性是否则什么 L的方向如果是朝这样的方向 那么这个Sigma方向 右手法则 就是这个四指指向曲线的方向 某指的方向 就是曲面的法线方向 这就叫做右手法则 但这个面呢 那不是唯一的 只要以这个曲线为边界 都行 那Stokes公式有两种表示方式 一种呢 就是航连式 所以这是化成一型面积分 其中cosαcosβcos干嘛 就是曲面在xyz那点的 法线相当的方向一选 当然它也有一种 坐标表示的形式 就直接化成二型的 但有同学说这个不好记 甚至你把握规律也好记 你看这是底外底z 所以这就是对y球偏道 减对z球偏道 你看这是底z比x 那这就是对z的偏道 减对x的偏道 这是底x对y 那就对x的偏道 减对y的偏道 很有规律啊 那大家说老师 先对y后对z 那谁对y球啊 你注意这既然是yz 对y球偏道 那就是底z前面的系数 而对z球偏道呢 就是底y前面系数啊 这个也是这样的规律啊 你看这是zx 你对z球偏道 那就是底x前面系数 你对x球偏道 那就底z前面系数啊 你这只有底x的底y 所以对x球偏道 就是底y前面系数 对y球偏道 就底x前面系数 掌握规律就记住了 有时候适合画成一型算 有时候适合画成二型算 所以这两个都得知道 这就是两个基本方法 本来按理说空间跟平面是对应 平面有四种方法 那空间呢 也应该有四种 那就是曲线如果封闭 斯特斯公式 不封闭呢 直接算又不方便呢 你也可以补线用斯特斯公式 那么这个平面 有与路径无关的节能 空间有没有 也有 所以也是对应的四种 只不过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两种 算我们这地方主要复习的这两种 这就是关于两类线积分 概念 性质 计算 核心 就是计算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两类线积分 我们举些例子 方法我们都总结过了 但是关键就拿到题目 你要根据题目 能够选择适合这个题目的方法 好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的题目 这是1989年 这个我们数一阶子考题 它说平面曲线L下半圆 哦 这个是个下半单位远 你看 你看 这呢 是X轴 这是Y轴 那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下半单位远 算 让我们算这个积分 怎么算 在这主意线积分的时候 那就是沿着这个曲线做 其实这个下半圆 它也是满足这个方程 X方加Y方等于1啊 所以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背景式 就用谁啊 1就带进去了 好 我们就直接写看 那这个呢 就用1带进去 所以我们立马就得到 原式就等于谁 就等于沿着这个L 里面就是1第S 诶 大家想 1在沿着这个积分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半圆的 这个弧线的长度啊 那好了 圆的周长是2π2 半个圆的周长 那就是π乘2 它的2等于谁啊 1啊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π 这就是用直接法 立马就可以算出来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这个呢 我们又把这个题改了一下 仍然是这个下半圆 如果这方让我们算X的积分 诶 那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你看 这儿呢 是 这是X轴 这是Y轴 仍然是这个下半圆 下半圆让你算这个积分 你怎么算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那我们有直接法 啊 有直接法 那也有什么 也有G偶性对称性 那么大家注意 如果让我们算这个的话 它是X的一个G函数 看到没有 那这个时候注意 它是X的G函数 这个曲线 Y轴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利用这个G偶性 我们可以直接得到 这个就等于谁 这个就等于零 所以对于这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写 原是等于谁 零 用G偶性 或者你用这个 直接法去算 你算出来也是零 那么在我们讲解上 这地方又写了一个 如果这写成Y呢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它是Y的 G函数 但这个曲线 它是Y的G函数 要求曲线关于 X主要上下对称 这个上下不对称 所以你不好说 这个等于零 那当然有同学说 那老师 这个是Y的G函数 它是X的O函数 曲线关于Y轴左右对称 大等于一半上的二倍 但这个不解决问题 那这个怎么做 这个我可以直接算啊 那么怎么直接算 这个呢 给的是直线坐标方程 但是你要在直线坐标下 写这个可以 但是有点麻烦 怎么做比较简单 这是个单位元 是不是用极坐标比较方便 X等于谁 X就等于cos的θ Y等于谁 这个单位元 不是sin的θ吗 然后呢 这个原来这个式子 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原式就等于谁 Y Y就是sin的θ 那么DS呢 我们知道 那也可以写成T 这个为了大家方便 写成T 有同学把这个会跟 极坐标混在一块 我们这呢 就是参数方程 刚才把这个写成T 那这样的话 那这地方就是 cos in T sin in T 那这就是sin in T 那边呢 这个曲线于参数方程 表示的时候 那这个是X一撇的平方 X一撇平方 X一撇是负sin 负sin in平方 也是sin in平方T 再加Y一撇平方 cos in平方T 然后底的T T从哪到哪 最小到最大 所以这个T应该是π 这个T是谁 二π 所以是π到二π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看 这个后面这个是一 最后呢 就是π到二π sin in T的结论 delaide T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后可以算一下 这个等于谁 这个就等于负二 这就做完了 所以你注意 这个的话 就是用谁啊 写出参数方程 直接算 刚才仅仅是X 用旧有性 刚才这是根换X方 加回方 直接带进去 直接把算 所以一定是根据题目 选择最适合它的方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另一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98年数学一 Alan是这个 注意 它是一个椭圆 是个椭圆 那这个椭圆呢 它实际上我们知道 它呢 也是有对称性的 你看 椭圆关于两个坐标轴都对称 那函数有没有旧线 大家看这一项 它是Y的G函数 也是X的G函数 一个就够了 它是X的G函数 曲线关于Y轴 左右对称 这一项就等于0 所以就只剩下后面两项 那我们在这写一下 那就说 这个呢 解 然后我们就可以写 原式就等于谁 就等于第一项等于0 只剩下后面这一项 所以后面这两项 那这呢 就是3X方 加上4Y方 然后DX 再往下做呢 如果有直接算 椭圆用参数方程比较方便 但是这个带进去有点麻烦 大家注意 这4这3 这3这4 那如果我往外提一个12呢 大家看里边变成谁 里边是不是就是 4分之X方 加上是3分之外方 DX 但是注意 线积分 就是沿着这个曲线座 所以这个背积函数 取直就取在这个曲线上 那里边就等于1啊 所以就等于12倍的 然后1积分 1积分就等于它的周长 这周长是等于A 提名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就等于谁 12A 注意这用了什么 第一步 这地方用的是机偶线 然后这一步呢 就用了它是延曲线座 所以可以带入 最后计算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像这个2009年的考题 Y等于X平方 X是0到根号2 计算这样一个线 这个就直接算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看 我们就直接算 看 这个呢 就这个曲线结果 就原式就等于 把这个Y的X平方带进去 这没有Y 就直接写X 那DS等于谁 DS就等于根号底下 1加Y1平方 这个Y1平呢 2X一平 这就写22X 扣起来平方 DX 从哪到哪 这个X结封 从小到大 因为这是一形 这是0到根号2 那么大家看 这里边是平方 这个X可以凑里边的微分 所以立马就可以算出 这个具体算的过程 我不看了 再不算一下的话 是6分之13 这就是考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直接法 用直九座边方程 带进去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类曲线结果的计算 我们方法比较多 所以二类是个重点 也是个难点 在这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2004年的题目 它说L是正向圆周 在第一卦线的部分 这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圆 那它的曲线呢 是第一向线 这一个四分之一圆 那曲线应该是沿这个方向 这是X轴 这是Y轴 然后则这个线结封等于什么 那么这个拿到以后呢 我们首先看曲线不分离 那么不分离呢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它是不是与路径无关 它是不是与路径无关 DI前面也许是对X 一球是E DI前面也许是对Y球 FAR 它不是一路径无关 所以要么直接算 要么补现个零 所以我们就有了解法E 解法E呢 我们就直接算 直接算 那这个时候要看 这个曲线用谁表示方便 虽然你这用直线的方向表示 但是要带进去 这个Y要带更好不方便 所以我们用谁啊 圆用参数方称 很好表示 就这个X等于谁 就等于根号2 然后cosin的t 那么Y呢 就等于根号2 sin的t 然后就把它带进去 那么带进去的话 这个我们讲一下 有没有这个PPT 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立马就可以写上 原式就等于 等于 然后X 就是根号2 cosin的t DY DY 那就这个地方呢 这个对T求导 在DT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 根号2cosin的t 这是平方 然后减去2倍的Y Y是根号2 sin的t DX DX 就是它对T求导 DT 它对T求导 是负的根号2 sin的t 那么这一成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变正号 然后这儿呢 就是根号2 sin的t的平方 最后呢 后面有一个谁啊 有一个底的t 然后呢 T的定线 大家注意 这可不一定是从小到大 一定是起点到终点 这一带的t对应是谁啊 0 那么这一带的t呢 就是2分之π 所以 然后在后面的计算 就变得简单了 因为这儿呢 就是2倍cosin方 这儿呢 是4倍的3in方 那这个时候呢 你用3in方加cosin方等于1 整理 最后就可以算出这个值 具体呢 算的过程不堪了 最后可以算出来是谁 是2分之3π 然后还有什么方法呢 还有就是 补线用格林 补线用格林 补谁 那我们得搞清楚啊 那我得补两段 你看一个呢 就补这一段 一个是补这一段 这个呢 把它叫做L1 这个叫做谁 L2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 我们就应该这样来写 那就是原式 就等于谁 就等于 你原来的这个L 加上谁 L1 再加上谁 L2 那你加上它 你得减去它呀 得减L1上的这些方法 还得减一个L2 不能平白无故加呀 然后注意 这个是封闭曲线了 可以用格林 那么格林用的话 这里边 格林共识是 DY前面系数对X 那就是1 减去DX前面系数对Y DX前面系数对Y呢 是FAR 减FAR 就等于加2 这就是变成了这个 然后呢 再看这两个上 直接算 你注意这个L1 这个方程是X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X等于0 DX这项没了 那这一小有X等于0 那所以L1上的基本等于0 L2呢 它的方程是Y等于0 由于Y等于0 DY这项没了 那么后面这项呢 因为前面这个Y等于 这个也等于0 然后最后就上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常数在这个上的基本 那一个等于常数成这个面积 3乘上这个四分之一圆的面积 圆的面积等于π二方 二方是2 本来是二π 二π在那个四分之一 那所以呢 四分之二π 那就是二分之π 所以最后就是二分之三π 那大家看 这个题目呢 实际上要说比较方便的 还是应该补线用格林 当然直接算也不是特别麻烦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类似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类伍 2010年的考题 它说L是这条线 Y等于1解X的绝对值 那这个X呢 是在-1到1 起点是-10到终点10 则这个积方 先把这个曲线搞清楚 那大家看呢 这个1解X绝对值 这是个偶含数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要看一半 那在这个01这个地方 它就是Y等于1解X 那实际上就是X加Y等于1 那我们知道X加Y等于1 那就是这样一个直线段 就是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直线段 这就是Y等于1解X 这呢 这呢应该是1 这边呢 应该是对称的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X是负的 绝对值拿掉是负X 所以这边呢 应该是Y等1加X 但是它的起点是谁啊 起点是这个-10 那终点是1 终点是1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清楚了 那清楚了以后 我们要算它 那首先看曲线分闭 不分闭 这显然不分闭 不分闭 看是否与路径无关 是否与路径无关呢 DX前面就是对Y X DX前面就是对Y DY前面就是对X 2X 它不是与路径无关 这个时候要么直接算 要么补线用格0 好 首先我们来看直接法 那就说 这个解法1 就是直接法 直接法你得把两条曲线 两段的这个曲线的方程 得写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直接法 L单一L1加L2 那么L1呢 它是写的是-1到这个0 就这一段叫L1 这一段把它叫谁啊 L2 这一段叫L1的方程 是它 范围是-1到0 而L2的方程呢 就是1-X 范围是它 那么这个时候直接算 那实际上就是把这道Y 通通用谁啊 这个地方的方程带进去 你也得分两段呀 好 你看L1上的基本 那么这道Y要用谁 E加X带进去 那么你看 这道Y用E加X带进去 然后呢 底Y 根据Y等E加X 底Y就等于谁啊 DX 但是注意在这一段上 起点的X是-1 中点的X是0 所以是-1到0 最后可以得到它等于6分之1 然后呢 L2上 这个Y等于1-X 所以这的Y要用谁啊 你看要用1-X带进去 这的底Y 由于Y等于1-X 所以底Y就等于负的谁啊 DX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负号 就是-X带进去 最后可以算出这是-6分之1 那两个一加呢 那就等于谁 0 所以这个就是直接方 分两段算 因为两段方程不一样 最后呢 一个6分之1 一个-6分之1 两个一加等于0 还有什么办法呢 那当然也可以补线用谁啊 格零共识 所以我们讲一讲 又给了一个结法二 那这个结法二呢 就是补线用格零 因为你这个地方呢 直接算 你看两段还是挺麻烦的 那好了 我们补线用格零算 因为我们两段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那我要补线用格零 补谁 那是要补这一段 什么方向 你看 这个呢 他们都是一个顺势正方向 那这个地方就要补这一段 那所以呢 在这你看 我们 这个没写 这个 原来这个是L 补的这一段 我把它叫做L1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原是 就等于谁 原是 就等于 这个 你原来这个L上的几分 加上我L1上的几分 这就构成分闭区切 然后再减去一个谁 L1上的几分 加上它减去它 然后注意 这个地方用格零 格零用的话 那这个应该化成 这个区域上的 三角形区域上 二重 但它的背积函数是谁 DY前面系数对X 这就是2X 减去 DX前面系数对Y 减X 然后呢 D的Sigma 但是注意啊 那我们必须说 这个边界曲线的正向 对于这个三角形区 这个边界曲线正向 应该是逆势者 但现在是顺势者 所以前面得加负二 这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然后呢 再算这个L1上的几分 但是L1呢 方程是Y等于0 所以DY这一项 就等于0 而这一项呢 因为Y等于0 前面函数等于0 所以 在这个L1上的几分 是等于0的 然后呢 这前面又等于谁 又等于负的D 这是XD Sigma 但是大家注意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关于X又是一个G函数 这个区域是关于Y轴左右对称 立马就得到这个等于谁 0 显然这个题解法二千单 就是补线用格林 比直接算要简单 你直接算 你还得两段 分别写方程带进去 所以 这个就是补线格林 来得更简单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D6 要算这个积分 要计算这个积分 AB是正的常数 L是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的弧段 那首先呢 把这个曲线搞清楚 那么大家一看 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曲线 它是说 是从2A0到00 这呢 是一个2A0 然后到00 沿着谁 沿着这个 这就是一个偏心的圆弧 2A0是这样子过来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算这个平面线积分 沿着这个上半圆 那么首先我们拿到说 曲线封闭不封闭 一看就不封闭 不封闭 要么直接算 要么就补线用 那这个 这个 如果不封闭 首先看是否与路径无关 它是否与路径无关呢 因为这个DX显米 属于要对Y求 这个对Y求的话 等于看是EX CoseneY 然后这个对Y求 这要减B 这个要对谁 DY显米就是对X 对X就是EX CoseneY 减A 你看这个地方不一样 看到没有 所以它不是与路径无关 不是与路径无关 要么就直接算 要么补线格零 但是这个要直接算 你想你这个要直接算 你就算你写出参数方式 带进去 那很困难 所以直接算不方便 那我们就考虑补线用格零 那么补线用格零补谁呀 那为了使得它是个封闭曲线 我们这是不是应该补这一段 就是补下面这一段 这样整个构成一个逆势正方向 所以你看添加从零零延外轴 到它的直线段 这个叫做L1 那这样的话就原来的积分 就给它加一个L1上的积分 然后得减一个L1上的积分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就构成了封闭曲线 这就可以用格零 那么格零用的话 是底外前面的系数 对X球减去 底下前面的系数对外球 大家看这样一解 最后是不是就B解A 那B解A是常数 所以就等于这个常数 成半圆的面积 这个圆的半解是A 半个圆的面积 就是二分之π一帮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第一部分就算出来了 然后第二部分呢 直接算 那终于这个方程 这个L1的方程 是Y等于0 大家看底外这项就没了 只剩下DX这一项 但是这又Y等于0 Y等于0一带没了 只剩一个负BX 所以你看这个第二部分 这个上面积分 最后就剩个负BX 对X积分 X从哪到哪 0到2A 那么这个具体一算是这个值 这两项都算出来了 最后的结果 就等于这两个相加 最后得到这个值 那这呢 就是用的补蟹 然后再 谁啊 格林 那这种呢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那注意 我们刚才在看的时候 本来它曲线不封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是看 是否与路径无关 结果发现它不是与路径无关 这两个片老师不相等 诶 大家可以注意 这不相等原因是谁 这是-A 这是-A 减B 这是-A 但是这两个是一样的 哦 那这样子就有一个思想 我是把它拆成两部分 好 那怎么拆成两部分呢 我把这个地方拆成这两部分 大家注意这部分 你看 底外前面去数对X 跟这个底X前面去数对Y 这是相等 这个就是与路径无关的 这部分我就用无关的方法去算 这部分另外做处理 注意这也是个思想 也是一种思想方法 那好 在这样一来呢 前一个与路径无关 那这个圆函数 这个呢 你可以改发路径 也可以找圆函数 但这个圆函数很好找 为什么圆函数很好找 那你注意 你看 这个时候呢 这个EX DX 可以写成DEX 然后呢 这儿呢 coseY DY 可以写成D散影外 所以立马可以找到 圆函数 就是EX 散影外 带上下线 0 然后算这个几分 那么我们来算 这个几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 这个后面这个几分 我们可以用谁啊 参数方程 带进去算 这个时候直接算 直接做标不方便 那这个偏行员 参数方程好写 然后呢 把它带进去 就可以化成 一个定基分 也可以算出这个值 当然就这个题目而言的话 就这个解法 和刚才补现用 格林难易程度 应该相当 但是这个体现了一种思想 就是说 它不是一路径无关 我把它分开算 但是在有些题目 它会带来方便 所以也要注意 这个思想的应用 就把无关的这部分出来 不是无关的 我另外拿来 单独再算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 这一道题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2008年的一道题目 是这个题目 它说 这个要算这个几分 L是谁 L是Y等于sinX 从00到π0 是沿着这个正弦曲线做 那00到π0 大家知道这是π 那实际上就是sin Y等于sinX 做这个基本 那我们拿到以后 这是一个平面二型切记分 首先看 是否与路径无关 DX前面气数对外球 0 DY前面气数对X球 是RXY 它不是一路径无关 不是一路径无关呢 要么直接算 要么不限格零 所以 我们在这先看结盘E 结盘E就是直接算 那直接算 我就把你这个式的 所有Y的地方 都用sinX带进去 这没有Y 这呢 Y用sinX的DY 就等于cosXDX 最后就把它划成0到π 这样一个基本 然后完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 你这有一个sin的RX 后面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二层面 负二倍sine cosN 不是就是个负的sine RX吗 哦 那后面这两项消掉了 这还剩了一个谁 剩了一个X方 就是这个2X方 sine cosN 所以最后就剩下一个X方 二倍sine cosN 那这个时候 注意 二倍sine cosN 我是不是又可以写成 底塞影方 然后我把它写成底塞影方以后 然后我用分布积分 那么一分布积分来 那就得到这个式子 前面这个带0等于0 带π也等于0 然后后面这个积分 又怎么算呢 那后面这个积分 一看 一种常规的方法 那这个地方注意 我们这是用了一个公式 就从这到这 算这个积分 用哪个公式 我们这是用这个 看 0到π X 上次的变加过 F sine X DX 它属于这个类型 等于谁 二分之π 然后0到π 然后F 是谁 sine X DX 所以这一步到这一步 用了这个公式 你看这个X没了 这里有个2分之π 但这个积分呢 那我们在上册里边讲过 它你看 塞影平方在整个这张积分 就等于前一半积分的2倍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 0二分之π 2倍 2倍这个下面这个2就没了 然后0二分之π这个用公式 就是0二分之π 塞延恩次方 它等于2分之π 乘上谁 2分之1 最后就算出来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直接算法 那么当然 这种题呢 做的时候也可以 谁啊 补线用格零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补上 这个X轴上这一段 就是这样子 它本来是这样的线 那我得补这一段 所以你看 不过X轴上π0到00 这样方向这一段 把这个叫做L1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积分就等于谁 加一个L1 减一个L1 这个呢 就是分闭曲线 我就可以用格零 格零用的话 注意是 DY前面叙数 对谁求啊 对X求 这呢 是4XY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再减去 DX前面叙数 对谁 对Y求 零 所以这个没了 但是注意 因为这是顺势者 这是负向 所以前面得加负号 然后完了以后 L1上得给直接算 但是在L1呢 L1的方程是 外等于零 所以后面这个没了 但这一项有 这一项呢 就是SYRXDX 对X积分 从哪到哪 起点的参数 起点是这个π 到终点零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注意 这个地方呢 不是要算 这样一个二重积分 这个地方呢 是要算这个定积分 那么这个二重积分呢 我们就在直角左边下 画类次积分 先对Y 后对X X是0到π 这个Y呢 就0到上面的 SYX 这个圆函数很好找 直接不谈了 这个后面算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一画的话 前面这个先对于外 最后就画成 这个积分 那我画成这个积分呢 后面这个呢 实际上你看 cos2X带π 就是cos2π 带0 cos2π跟cos0 是相等的 一带就0 然后就贵结尾 算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 用的是公式 算的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呢 这个你看 这个地方 仍然是用这个公式 就是用那个 0到π XF 赛眼 那么这样子呢 可以做出来 最后就 负二分之π 所以解法一 就是直接算 解法二 补屑 格林 但就这个题目而言 实际上呢 解法一 稍微要简单一点 所以 就是你拿到题目以后 最后 到底是补屑 格林 还是直接算 就是要做一个判断 谁更方便一点 我们就用谁 这个题应该 这两个方法 解法一 解法二 解法一 稍微一点难一点 但是基本上 难以程度相当 好 这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刚才都看的是平面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空间的 那这个L是什么 L是一个柱变 X方加位方等一 中心轴为Z轴的一个柱面 然后呢 再跟谁 再跟一个Z等于X加Y 是一个斜的平面 好了 这是中心轴为Z轴的这样一个柱面 跟谁 跟这样一个斜的平面 一交 那这个方就交出来空间的一条曲线 然后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如何来算这个阶分呢 这是一个封闭曲线 我们说最常用的 一个就是直截法 直截法 第二个就是斯多斯公式 但是直截法呢 你得写曲线的参数方程 如何写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呢 它的一般方法先写 投影曲线 你看我们这个投影曲线就是个圆啊 所以这个就很好写 那这个呢 就是X等于cosn Y等于三眼币 同一曲线写好 怎么写整个曲线的参数方程 Z不是等于X加Y吗 所以Z就等于cosn 加三眼币 这就是写空间曲线参数方程的一般思想 先写投影 再把第三个坐标 用曲线的方程表达出来 然后完了以后呢 直接算 那就带进去啊 注意 就是把XYZ用参数方程带进去 带进去化成T的积分岛啊 本来这应该写是0到2π 这应该是0到2π 但是我们为什么写成负π到π 第一为什么能写成它 第二为什么要写成它 为什么能写成它 因为我们右旦都是cosn 它是个周期函数 2π是周期啊 我们知道周期函数 在长度一个周期任何曲线上一样 你0π是周期 复分岛派也是周期啊 但这个好算啊 为什么这个好算 这是对称曲线 可以用机偶形啊 所以为什么能写成它 是根据周期性 为什么要写成它 是根据它机偶形好算 你看你这样算 这就简单 如果你022π 你得一项一项算 这工作量太大 但是现在就好算了 为什么 你看这一项 cosn方 欧凯分岛派书乘赛引 击击数 那就等于0啊 然后呢 另外一项 你看 这个是cosn方 cosn可以从赛引到微分 赛引方抵赛引 那最后就赛引力方 那击分也等于0啊 所以这两项都等于0 同理 后面赛引平方乘赛引 记击数0 然后赛引方乘cosn 这地方你看 这地方呢 赛引方乘cosn 刚刚说了 也是0 所以这两项都是0 最后就剩一个谁 cosn平方 cosn方是偶含数啊 它应该等于一半上的二倍 再利用cosn在0派几分 应该等于0二分之派的二倍 最后就很快就算出来了 那你想想 如果你拿这个02派一项一项算 你在考场上花的时间多 你还不一定能算出正确答案 所以就是上了考场 不太要会算 而且要算的简单 速度快 准确率高 那才能得高分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功 这就是直接法 还有什么方法呢 当然可以用谁啊 斯道克斯公式 那么这个斯道克斯公式 在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得把它化成谁啊 就利用斯道克斯公式 那么这儿呢 你得化成一个面积分 那么化成面积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一形面积分 一个是二形面积分 我到底是化成一形还是化成二形呢 这个一般原则是谁 那大家注意 你看我们刚才呢 这个曲线是谁 这个曲线是柱面 和这个平面的交线 你要化成面积分 那个面你自己得选 那我们选谁呢 我们在这儿呢 选谁 我们就选这一块 就是选这个平面上 围在这个柱面里边这一块 但是你还得选方向 这个曲线的方向 是从最轴正向往下看 逆时针 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方向 那么你这个平面的方向 就是右手法则 四指指向曲线的方向 拇指拇指现在是朝上的 所以应该选这个面 选上侧 那么这样大家注意 就是我到底对那个面积分 化成面积分 我到底是写一形还是写二形 一般说来 这个曲面如果是平面 我们就选一形 那么一形里边 它会牵扯到cosαcosβcosγ 所以你得写这个平面的 这个方向逾选 但是这个平面的法材 像这样 你可以写一一负一 也可以写负一负一一 但是选谁呢 朝上 这两个谁朝上 朝上朝下 关键看z的坐标 z的坐标大于零 这就朝上 所以这个是朝上的 那么它的方向逾选 就是把它单位化 所以你看 这个单位化 它的模式更好三 所以cosα等于 负更好三分之一 cosβ负更好三分之一 cosγ是更好三分之一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用史多斯公式 这个时候 就把cosα cosβ 都带进去 pk2都带进去 最后 就划成这个平面上的 面积分 那么最后呢 你把这个三节行列 是一展开 这个就有个算的过程 最后就划成一个 一形面积分 这个sigma是谁 就是上面这块平面 然后现在就归结为 这个一形面积分 怎么算 我们知道 有一个基本方法 就直接化成二重 如果这有z 把z就用平面放上 带进去 我们没有z 我们ds ds用谁带进去 就用根号底下 1加zx平方 加zy平方 dx dy带进去 大家看 我们这个z对x1 z对y也是1 所以 这个就等于 根号3 dx dy 然后往这一带 有这个根号3 就消掉了 消掉以后 就化成二重积分 那这个二重积分 积分域是谁 就是你上面 这个曲面 在x1面上投影 它在x1面上投影 就是单位圆 然后就变成了 这个单位圆上 算这个二重积分 大家看 这两个分别是xy的记焊处 而这个区域 关于两个坐标轴 都对差 所以 后面这两个积分 都等于0 剩下1积分 1积分 就是这个单位圆的面积 最后 就立马得到答案 π 这就是空间 二行线积分 计算常用的两个方法 一个呢 就是直接把 写参数方程 带进去 第二 就是用斯多斯公式 但是这两个方法 我们很多同学在用的时候 觉得都不太方便 第一个 写参数方程 有时候不方便 有时候参数方程方便 带进去算 可能工作的还很大 第二呢 斯多斯公式 是不太好记 就算记住了 画成面积分 再来算 基本上也不太好刷呀 那么这种呢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方便的方法 就是叫做 画空间为平面 那他的思想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注意 主要是因为这儿 你看 你的Z不是很容易 用XY表示吗 我怎么画空间为平面 我就把这儿的Z 包括DZ里边的Z 都用XY的方程带进去 这一带进去 这就没有Z了 就画成平面上二型线结 但是平面曲线是谁呀 就是这个空间曲线 在下面投影就变成圆呀 诶 平面封闭曲线就用格零啊 所以这就叫做 画空间为平面 然后用格零公式 这样比较方便 实际上 大家看看 这个题用我们这个方法 刚才这个方法三 画空间为平面 那就是把这儿的Z 这儿的Z 都用这个方程带进去 那这一带的话 这就变成X乘啥X加Y DZ 那就等于谁 就等于DX加DY呀 所以这个DZ 就变成DX加DY 你看这个式子里边 只有DX和DY 这就成平面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C是谁 C就是你刚才那个空间 在下面的投影 下面的投影就是单位圆啊 X方加外方等一 方向 你刚才是逆时针 现在也是逆时针 那你想 平面单位圆 封闭曲线 我当然想到格零啊 但是为了用格零 我把它写成标准形式 就把还有DX的项 站立在一起 还有DY的项 站立在一起 然后完了以后呢 用格零 DY前面是对谁球 他应该对X球 这球就是1 减去谁 DX前面叙数对外球 这一项对外球0 这一项对外球有个X 这一项对外球有个Y 就变成这个 然后完了以后 单位圆上的几分 这是X几算数 这是Y的几算数 这个区块两个左边轴都对称 那两个都对于0 一几分 最后就当于π 大家看这三个方法 是不是这个方法来得更简单 当然有同学也看出来 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什么局限性 你看这个地方 它这是两曲面的交线 但这个地方有一个是平面 所以这个Z好用XY表示 如果这两个都是曲面 那你比如说 这是X方加Y方加Z方等于1 你这个就不好用了 但是注意 我们考研的数学阶段 我们数学一阶段 过去考过的这种空间线阶段 那么基本上都考的是曲面和平面 那么另外呢 就算我们一般书上给的题目 但是大部分都是平面和曲面的 这个一个平面和曲面的交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这个方法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所以以后我们再算空间封闭曲线 是二型线阶段 除了我们大家常用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直接算 然后和直接用死到的公式 还有一种 就是画空间为平面 用格林在很多问题里面 会带来方便 好 那么今天这个主要内容 还是蛮多的 那我们如果简单回忆一下 实际上我们主要复习了三种积分 那核心主要是计算 第一种是三重积分 第二种就是一型的线积分 第三种就是二型的线积分 那么这个里面呢 大家看实际上呢 题目比较灵活的 应该是二型线积分 它比较灵活 方法也多 它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所以我们在二型线积分这个地方 要多下一代公式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内容就讲到这个地方 同学们 再见